两岸关系进行作有成效的改善 希望海峡两岸的大陆跟台湾的能再次基础上 能继续发展下去 能促进双方的友好 辽宁的刘先生 您的问题我想我们已经听清楚了 刚才是江苏的高先生和辽宁的刘先生 辽宁的刘先生就提到了这个台湾问题 更是实际上刚才我们谈了一些 在您看来克林顿国务卿一定会和中方领导人 包括中方也希望和克林顿国务卿来重申 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看法 那么现在有一个大的环境 就是现在台海两岸的这样的关系 就是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 由于国民党的马英九执政以后 现在非常的缓和 两岸之间这样的交流 在各个方面的交流非常的热络 在这样的前提下 你感觉到克林顿国务卿还会在 台海关系这个方面 去特别是在这个对台台湾关系法这方面 来重申更多的武装 关于武装冲突这方面的这样的承诺吗 很清楚的是 美国中国或者台湾最不想要的是 就是让台湾问题成为一个军事武力问题 我觉得不可避免的是 克林顿 国务卿克林顿女士会谈台湾问题 可能也是他执行最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要像胡锦涛主席说 奥巴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由于这个问题是相当敏感的 而且在过去多年所用的这个措辞 也是讨论的一个部分 不管是继续说一个中国政策 还是说台湾的命运 是由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来决定 那么美国还会不会继续 给台湾提供防卫国防方面的保证 那么国务卿克林顿女士 包括和中方都很高兴地看到 这个荣兵 就是海峡两岸关系的这个荣兵 而且有更多的交流 这其实是大家都想看到的这一局面 那么台湾最后的命运 应该由台湾人来决定 他们可以以民主的方式 来选举他们的领导人 那么这个问题最终的解决 应该是和平方式 第一位听众还问了一个问题 那么在我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们也经常听到有人来问这个问题 就是人权在中美的双边关系中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现在人权可能还是要放在 不是放在首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对我来说 我每天的工作 重点都是人权啊民权的问题 但是由于现在的经济危机 包括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 他们都是头等大事 所以人权它可能只是二等的 甚至是三等的这种问题了 跟卡特总统不一样 他当初竞选的时候 就一直在谈人权 还一直觉得 在他的外交关系中 人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但是巴巴马总统在竞选的时候 他的重点没有放在这一块 他跟阿尔巴尼尔的广播电台 在进行采访的时候 他说我们与中东的关系 应该基于共同的尊重 以及共同的利益 他并没有提到人权 他是提到共同利益和共同的尊重 这是我们叫做非常现实主义的一种观点 而不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观点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 我也没有听到这种不同的论调 所以我觉得他跟中国打交道 还是应该也是非常现实的 人权也会谈 但是当谈到有经济 以及国家安全问题的话 这个人权就要退后一位了 我们再来接一些电话 江西的杨先生 杨先生你好 这个奥巴马上台以后 这个采取了很多经济措施 我看到这个经济措施 对美国经济这个恢复 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但是对中国对美贸易 可能就有很大的影响 是不是这样之间的矛盾 就会更大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请嘉宾解答一下 好 非常感谢 关于奥巴马经济政策的问题 是听众在问 这个经济政策 对中国经济政策 还是就是一般的经济政策 那么听众可能也知道 现在美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衰退中 我们也希望通过一个规模巨大的 经济刺激方案 或者是支出方案 把美国带出这一衰退 那么在国会山也已经讨论了好几周了 并不是两党都支持这个刺激经济方案 那么它现在也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了 所有民主党的人都投赞成票 只有在整个国会中 只有三个共和党人投赞成票 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支出方案 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完 现在奥巴马政府还要来解决许多的经济问题 包括汽车行业 经济部门 金融部门 那我觉得经济 应该是它国内政策中的重中之重 在短期至少几个月肯定是这样的 那么奥巴马总统 没有办法控制什么是他的头等大事 布什总统在他的任期之初 他也有他自己的这个重要事件的排列续表 但是911事件一发生 就把他八年的总统历程完全改变了 所以我们可以计划说关注经济 或者说试图来预期什么是重要的事件 但是这个世界是不太平的 他总有事件发生 所以我们还是要来紧密关注 接下来发生什么 那么如果没有别的事件发生的话 奥巴马总统肯定会关注国内的经济问题 我们再来接接电话 我们今天的讨论呢 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观众和听众 希望在发言的时候简短 福建的汪先生 汪先生你好 我认为中美关系没什么好乐观 因为这个中国 毕竟是这个 这个美国这个潜在的地点 你做那个 抗美援潮就可以体现出来了 是不是 抗美援潮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是一个潜在的地点 所以说在其他方面应该谨慎一小时 没什么好乐观 好了 感谢这是福建的汪先生发表您的观点 我们再来接一位安徽的汪先生 安徽的汪先生你好 安徽王先生你好 嘉宾好 主持人好 我想请教嘉宾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 中国前最高领导人杰子敏的 他们的观点很一致 就是说现在21世纪是经济 正式经济时代 但是美国好像是华盛顿日报版 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中国的红色领袖 与美国的资本家握手言欢 让我们人摸吧 让地球政治经济 让我们万计政治